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要塞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提到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市務總監郭師志郭Sir 郭Sir 你好 先和你跟進一下A股今天的收市表現 見到三大指數都有得升收市 升幅介乎0.5%至1.16% 上證指數升了16點 收報3117點 深淨城指 升了129點 收報11265點 湖深300指數 升了27點 收報3434點 三大指數都是向上 但升幅來說都不算多 郭Sir 先問你A股方面的走勢 之前說出的數據都比較差些 大家都衝勁了 人行方面繼續有放水的動作 但預期已經是有在 到時真的做的時候 能不能有一個意外的反應 從而真的可以令到股市大升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接下來就有IPO的情況 又會不會有動資的情況 流動性你擔不擔心 實際上年底前 即是六年底前 有24隻新股要通過IPO 最近已經有17隻了 據聞凍結的資金 有2萬6千多億人民幣 你想想 2萬多億的資金在市上 當然可以做到飛沙走石 相反來說一抽離 整個市場就算有升 都有波幅沒有升幅 又反彈沒有大升 起碼暫時來說是 因為始終缺乏流動性 動力不足夠 至於資金走出來 會對A股發生甚麼效應 中性也是偏好的 因為剛剛公布的通脹數字 其實一月份只有0.8% 即是意味著通脹 持續不僅下限 甚至有機會 陷入一個通縮 這就真是亮了一個警號 因為經濟在通脹的時間 或者升溫的時間 很多方法 包括收緊銀根 上調利率 令到流動性收窄 從而把通脹拉低 但如果通縮 你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消費者不轉消費 經濟何來增長 百業也開始放慢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所以各地的政府 不是擔心通脹 最擔心的是 反而是通縮 現在這一刻來說 由於通脹去到0.8%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 人行會在年底前 或過了農曆年之後 會很快進一步下調 銀行的存款息率 和貸款息率 存款息率下調 迫令錢做多些投資 做多些其他項目 至於貸款息率下調 亦可以舒緩企業 在利息方面的營運開支 從而減低營運成本 始終減息市場都是受惠 受歡迎 至於下調的銀行準備金 這亦會有一個機會 因為以現在來說 在經濟有通縮的威脅下 需不需要保留 19.5%這麼高的 銀行準備金 我想沒有必要 其實未來 可能會多分幾次 以每次半個百分點 逐步下調銀行準備金 即是每次下調 若不可以有五千多億的資金 會拆出來市場 當然會否直接到位 或者借給一些中小微機 終於看銀行取大而定 近期來說 看報紙有不少中小的企業 都相繼結業 有些說老闆突然間失蹤 我相信他不是預謀定 要失蹤 要走了 不負責任 是因為內需市場真的很疲弱 他們的生意營運 一直持續很困難 做出口更慘 因為勞動成本不斷上升 燈油火納開支也不能少 但是你面對人民幣匯率持續高期 貨品要出口競爭優勢是很弱的 大家看看日圓 日圓對美元已經跌了20% 相對人民幣還是高位 大家買貨 其實買日本的 因為日元回價跌了 相對便便宜了 但是你買中國的貨 因為人民幣匯率還是高 貨品出口成本便高了 這方面沒有競爭優勢 包括內需市場疲弱 包括出口亦難以有競爭 那經濟要維持7.5%增長 難道真的只是靠基建嗎 就算扔下去做多些鐵路 做多些高鐵 有幫助 但不能單靠固定投資 維持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 所以我大膽看 未來一段時期會增加流動性 扔多些錢 從而刺激消費 減息亦是令到有部份存款 希望走出來作投資 我不管是股票還是哪方面 至於股票 大家看得到 近期中證監是加大融資的活動 即是在看你 50萬樓上借錢的戶口 一個都不能借 而借了那些 慢慢慢慢要還 他沒有限定你24小時要還 48個小時要還 他並沒有這樣 相反來說 是採取一個比較溫性的政策 即是慢慢慢慢搞定 但不是三天內搞定 兩天內搞定 因為你一個限期一出 真是做孖子那些 他不是那麼容易 他可以籌到那些 那麼大筆錢 籌不到的唯有沽貨 那不只是你一個沽 到其是一兩座警號 每個人都欠著沽 那你這樣欠著沽 想買的人都縮手 那市場便跌得深 但為何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可能就是中證監 根本上是不讓過熱的市場 進一步投機 但他沒有說要打壓股市 他亦不想股市跌得太深 這點可能大家都想得到 但如果你說在未來一段時期 有政策下放 會否刺激到A股大升 我看也未必會 老實說 因為經過大幅度的上升之後 A股本身處於高台的消化和整固之中 你要發展成一個新的升浪 你還要時間 不是說一扔政策出來 即刻明天就升 下條銀行準備金 升了一層 然後跌回頭 很簡單 因為已經升在先 所以在高台上 如果有三幾百點的整固 消化 對後市的發展更有利 如果你問我 短期的大市怎麼看 老實說 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但你中期少少 即是三個月或久一點的市況 我始終還是提升 甚至乎上證指數 一旦突破三千四百零六點 或者三千四百零七點 進一步向上望 應該是09年8月四月會高位 三千四百七十八點 這也是整個牛市二期的浪頂 因為上證指數是由一千六百六十四點 升到三千四百七十八點 然後一直跌到一千八百四十九點再回升 即是說 任何一天 上證一旦突破三千四百七十八點 一個升浪 最低限度一個 新的小型的升浪 應該漸漸展現眼前 這一陣的上升 現在這一分鐘 處於一個整固消化之中 其實很正常 10月27日升到1月23日 頭踏尾都走過 9、10、11、12個星期 應該符合中期升浪所需 經過12個星期的上升 你稍為有三幾個星期的消化 其實是很正常的 只要不跌得太深 問題不大 好 講完這方面的情況 和你看看港股方面 雖然看到外圍方面做好 但港股是未能夠跟隨外圍方面的走勢 就是向上的 見到今早已低開15點 既然一度升上去 但波幅都比較窄 下午回來之後更加是跌幅更大 現在這一刻 見到今天收報在24315點 跌了213點 國企指數跌44點 收報11651點 大市成交也沒有太多 646億而已 旗子方面都是跌239點 做24289點 低水26點 成交就52000多張 港股來說 在A股沒有什麼運行的情況下 是不是都不能夠獨善其身呢 見到暫時來說都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短期來說 下行機會是否大一點 是大一點的 經過今天的下跌 今個月 二月份的股市已經是先高後低 高位是5號的25,048點 低位暫時來說 今天是24,267點 781點的波幅 是有少許擴闊了 但還是比較窄的 我用另一個演繹 指數如果不能夠走上25,048點 在先高後低的形態主導下 只要有1000點左右的跌幅 指數未來見到24,048點的機會是相當高 此其一 第二 經過今天的下跌 恒指已經跌離了10天平均移動線 進一步跌穿20天平均移動線 不用說形態當然是偏弱 再說去年12月17日的低位 22,530點 升到今年1月27日的高位 24,995點 恒指已經升了2465點 由於10天20天線相距失手 即是如果大市需要回調2465點的三分之一 見一見24173點 有何出奇 換句話來說 未來市就算有少許技術上的回穩 或抽升 都是波幅性的轉定 形態在先高後低之下 二月份的市 很大機會仍然會繼續向下調整低位 所以任何中線部署千萬不要急 況且相對農曆年前 現在只剩下4個半交易天 不計今天在內 在這4個半交易天之內 你要做一個短炒的反彈 是有相當大的難度 況且農曆年假之後 A股也有比較長的假期 很多不明朗因素 仍然困擾著投資者入市的信心 暫時來說 慈應保態就可以了 謝謝郭老師詳盡的分析 和大家很快看一看藍色方面的表現 看到今天做得最好 是國泰航空293 升幅至近2% 還有最差一隻均能能源 跌幅至近4% 收負在7.59 看其他 匯控方面跌了16% 中移動跌了7% 建行跌6線 工商銀行跌5線 中國銀行跌4線 港交所跌9號 中銀售跌1號 有幫保險跌3號 騰訊控股收補131.6 跌4 金沙中國反彈3號半指 長江實業升9 至於新農基地產跌9號 九倉方面跌不超過2% 至於中海外23.1毫無升跌 華潤之地跌超過2% 中海油跌超過1% 中石油跌5線 中石化跌3線 困難能源剛剛提到 跌超過3% 至於中國神華跌超過1% 這段時間差不多 謝謝郭Sir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或者相關指數的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其他直播環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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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